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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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了之后呢 才会出现我们的第二关 就是把这一关打掉 然后地图上呢 就会出现这一个 迷秋对决了 那这个的话放在下一批 我们就去下一批再见 拜拜 好那么上一关打完了之后呢 直接打开地图啊 就会多出来一个迷秋对决了 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接传送的 好传送过来 我们直接开始挑战 点打的话呢 是这个第一关 迷母黑耶 然后这一关 大家如果说 自己打起来吃力的话呢 也可以打这个匹配挑战 前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单元挑战了 打的是一个大丘丘人啊 然后他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他的攻击呢 偶尔会在这个地上啊 生成这个大的日落果 那我们用普通攻击 把这个日落果打破了之后呢 把这个大的丘人 引诱到这一个日落果上 他会摔倒 摔倒了之后啊 会对自身产生一个 百分比比较高的一个伤害 大家看到 这边日落果掉出来了 我们普通攻击A一下 然后勾引一下他 他是一摔 大家看到这个伤害非常的高啊 有利用好这个机制 然后的话呢 就自己过来 往里面灌伤害就行了 这个的话呢 他的这个攻击欲望 也不是很强烈 这个攻击范围呢 也不高 打起来还是蛮轻松的 主要就看自己这个伤害了 因为他有一个时间限制是在 这个120秒 就是两分钟之内完成嘛 好 生成日落果了 赶紧过来打破 然后勾引一下他 基本上这一关就这样了 他这边再丢一个果实 赶紧 你可以打掉 好 那么这一关就到这边了 然后呢 下一关呢 是在一天之后啊 就是后天 那我们后天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